我們現在看雅各書一章十九節 我們一起讀好嗎 我親愛的弟兄們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善的意 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護衛和盈餘的邪惡 全溫柔的心 領受那所栽種的度 就是能夠你們靈魂的度 只是你們要行道 不要單單聽道 自己起碰自己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 就讓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看見走後 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詳細拆看那存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並且時常如此 者人既不是聽了就忘 乃是實在行出路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封 好 我們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我們求你打開我們的心 領受你的話語 並且實行出來 應用出來 讓我們活在神的話語之中 求主你幫助我們 時事在神裡面興省平安 有力量靠著耶穌 得性有餘 行道不單止是聽道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多謝天父 好 在這段就講到聽道 十九節 那裏就講了 我們試試將內容 用字面的意思 即是普通用廣東話 將它演繹出來 可能你說差不多 看你能夠表達到 即是用普通講說話的方式表達出來 多久就表達出來 你開始先好嗎 第十九節 親愛的弟兄 這是你知道的 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因為人的怒氣 並不能成就十九節 你可以揭去聖經 告訴他在哪裏 是的 OK 你試試將它演繹出來 好像怎樣 你講給小孩聽 那你會怎樣的方法 告訴小孩聽 這段經文講甚麼呢 這樣解釋給他聽 親愛的弟兄 這是你們向來都知道的 你們各人都要 聽的時候就快點聽 說的時候就想清楚 慢慢才說 聽了之後 慢慢說之後 消化好才去生氣 不要那麼快去生氣 因為我們人的怒氣 是不能夠成就十幾節的 OK 好 好 好 那麼 下面這段經文就講到行道 不要單單聽道 其實這段經文所講的 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怒 到底是說到普通聽人說話 還是聽道呢 這個讓大家思考一下 因為後面有講到 不要單是聽道 自己欺控自己 聽道而不行道 這裡所講到的快快的聽 快快的聽 是甚麼意思呢 聽得快 其實呢 意思是甚麼呢 甚麼叫聽得快呢 即集中精神 是的 沒錯 即是其實呢 這個按了它 它有電話進去 按了它 即是 OK 好 即快快的聽 就是說 集中 留心去聽 然後呢 慢慢的說 即是 想清楚 是的 想清楚先 慢慢的動怒 是不是一定跟慢慢的說有關係呢 是不是一定慢慢的聽 快快的聽有關係呢 不是一定的 總之呢 你發怒就不要那麼快發怒 OK 好 因為人的怒氣不成就神的義 因為呢 人發怒就不會完成了神的聖結公義 即是 譬如說 很多 你按了 因為 關掉了那個靈性 可能呢 等一下 因為我們爸爸給他聽 可能呢 他在後傳途想知道我們怎樣 那麼 就 因為 譬如有時候我們見到人會發怒 就會很容易 就會 即是 破壞關係 他有時候教兒子 很懶惰 很急 或者跟丈夫 妻子溝通 或者跟朋友溝通 或者跟朋友溝通 很容易會發怒症 但呢 結果呢 不能夠成就神的義 所以呢 就不要那麼急了 不要那麼躁 那麼 我想問回大家 到底這個經文所說是說到 普通 聽道 快點聽啊 還是 你不要只是聽 要走出來 即是說到聽道的 不是聽人說話的 你覺得是哪樣呢 由上下文去看 而且呢 因為聖經有時候所說的話 可以有一個意思 可以超過一個意思 大家看一看這個經文吧 我想問一下 我們想達到答案呢 那怎樣達到答案呢 就是由上下文一路去審查 到底是否一定相連 還是不一定相連 我想問一下大家 人的怒氣不成就神的義 這裏講到 是講到聽道 還是講到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 是吧 聽道 通常在什麼情況聽道呢 主日 教會 看聖經 聽道 所以這裏 快點聽 是不是一定是 講到在教堂 或者看聖經的時候 快點聽呢 不是一定的 其實這裏 我幫大家去思考 為何這樣思考呢 因為有時 聖經有些說話 譬如有些人就說 這個經文只是說 聽道的 沒有說到你聽人說話 你不用聽你的丈夫太太說話 我試過曾經幫助一個傳道人 傳道人來的 她呢 就 她太太說話 不肯聽 她堅持了一件事 她說 太太是要順服的 所以我就告訴她 她要順服 不要這麼多話說 這是她的觀念 到底我由這個經文 可否達到一個結論 就是 我們應該不只聽道 是聽人說話呢 我想說 如果這個經文 只是解釋做聽道 有些人就說 這裡沒有說到 只是聽人說話 只是聽道 但是這裡說到日常生活 人的怒氣 不能夠成全神的意 日常生活 不要發脾氣 因為發脾氣就會 不能夠成全神的意 即是你想做神的功 怎樣才會發脾氣 結果做不到神的功 就破壞了神的計劃 我可以這樣說的 這不是一個很大問題 不過只是我想培養大家一個習慣 查經的習慣 即是 我們在神樂院學什麼呢 它不一定全本的聖經查完 不是同我們 不過查很多 查的時候要分辨 首先我們有原文 你們沒有原文 懂英文可以用英文 也可以 因為英文有很多版本 就可以分辨到原文的意思 但是它會分辨 到底這個字應該怎樣解釋 上下文怎樣說 有些人解釋這樣對不對 即是我們會這樣分辨 學到這個分辨能力 我們就會以後聽 看聖經 聽道 聽人說話 都可以分辨 我想問大家 我不是叫大家去聽道 就是去批判 你有沒有試過聽一些道 是不合乎聖經的 有些人會試過 有些人真的沒有解釋過經文 有時候未必有很大問題 有些人不是很大問題 不過有些人會產生問題 我也希望大家學習這種分辨能力 我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這個例子 很明顯看到這個人背後的心意 有一次我去旅行 有一個人 我跟他聊天 他知道我是牧師 他就信耶穌 他問我 他說 《光龍德後書》說到 《你門語不信》 《如不相悔》 《不如同父母》 他說 他覺得是說到做生意的 不是說到結婚的 他說 如果是結婚這麼重要的事 一定要說明是結婚 然後我就說 你看下文 《光明與黑鱗》有什麼相交呢 《基督》和《比列》有什麼相交呢 你們要跟他們中間分別出來 所以 從他們中間分別出來 包括整個人的生命 沒有理由 做工有分別 結婚跟不分別 因為結婚 如果那個人是罪人 真的跟黑鱗相交 但這個人 他說的時候 我是用 憑《茶經》的方法 達到這個結論 《茶經》的方法 就是 如果《聖經》所說 應該要說明 是說到結婚 不要跟不信的人結婚 但當我跟他說完之後 他整個旅程是不理我 很明顯他有一個意見 他有意見 他覺得 如果要求人 不要跟不信的人結婚 實際上 他覺得太… 或者他不接受 其實聖經還有另一處經文之前 有說到 他說 如果你的丈夫離世 你可以再結婚 不過要嫁在處女的人 所以 還有 舊約說得很清楚 舊約說 他們跟外國人結婚 然後 神就叫他們 跟他們分開 跟他們分別出來 所以 這個就是因為什麼原因 因為 結婚的時候 一定會受影響 原來這個《茶經》 會這麼大影響 其實 一方面我們查這個經文 一方面我們學習 《茶經》的方式 有時候你去不到這麼深入 不要緊 總之你嘗試明白 那個經文的意思 這次就可以了 這個就會對聖經更加明白 好 那… 我們…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茶經》會用這個 《法揚神屬性》 《茶經法》 在這裡我們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為什麼我們會去看神的屬性 因為這樣 當我們明白神的屬性 就會很喜歡神 神這麼好 我就歡喜神 我就會對神 完全放心 好輕鬆 完全沒有擔心 OK 在這裡我看到什麼 神的屬性 它的本性 大家看到都可以說出來 不要緊的 每個人都可以說 有什麼神的本性 你看這個經文 最好看著的經文 看看有什麼神的本性 基本上是這樣的 叫我們做的事 神通常有做的 除了悔改 神不用悔改 叫我們不要做的事 神也是沒有做的 叫我們不要犯罪 神是沒有犯罪的 由這件事 你可以知道 正面的是什麼 神通常是有做的 反面的 神通常是沒有做的 還有它有這個本性 大家有什麼 看到神的本性 比如說 快快聽 神是怎樣的 你祈禱的時候 神會怎樣 神會很快聽 神會很快聽 有什麼人會很快聽 有的 有的 男女之間 周時都會有的 男性都會有的 不過女性都會很快 因為為什麼呢 女性聽過男人說話的時候 他用女性的觀點去看 你應該好像我這樣明白我 那時候 女性也會有些猛症 為什麼你不明白我呢 因為男性的想法不同 但是神就會明白什麼人 神什麼人都聽的 所以你有什麼困難呢 你跟神講呢 其實聖經說 你未求已先 神已經怎樣 已經知道 即是說 他一本知道了你的心 知道了你的需要 所以神是很 很懂得聆聽人的 好了 慢慢的說 這個是通常指 什麼人要慢慢的說 為什麼人要慢慢的說呢 因為人不會說錯話 三思 而後行 三思而後言 因為很多時候都說錯 但是神 不用慢慢的說呢 因為神不會說錯 所以神不需要這件事情 不過神講話 他都不是隨便講的 因為他會選擇適合的時候 和人講話 所以神會快快聽 他又會適合時候說 慢慢的動怒 那神是否慢慢的動怒呢 神是的 除非這個人一直不悔改 神就會讓他知道他的罪 神都會發怒 譬如大衛犯監任 這個阿拉利亞薩菲拉 他們騙聖靈的時候 神都會懲罰 但是神不是輕易發怒 如果我們知道罪悔 神是會 真的會懲罰我們 所以我們 很多人都很害怕神 慘了 我做錯事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由聖經有什麼結論 關於神的屬性 要不怕神 不用 因為神是很樂意遙書 很多人說 死了 我不得救 我不得救 因為我做得不夠好 我們可以怎樣回答他 我不得救 因為我做得不夠好 我們可以怎樣回答他 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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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力就是改 但是你做了錯事怎樣 不要緊 下次再不要 不緊 下次再不要 還是說下次 現在犯了罪怎樣 聖經說什麼 認罪 認罪 神又怎樣 自信神力 一定赦免 OK 所以 你先說了 去做什麼 所以我拉回去 我們犯了罪怎樣 但我們知道神的屬性 他一定赦免 按照他的應許 一定赦免 於是便可以放鬆 與熟悉神的屬性 因為我很熟悉神的屬性 我經常祈禱 親近神和師父 我都很輕鬆 我說 神要我做 他一定讓我做 就算有人攻擊 他能否攻擊到 如果我聽神的話 他能否攻擊到 攻擊不到 所以我不用擔心 我不用受人影響 我心便平安輕鬆 其實這樣 那些情緒問題 都會少很多 好了 我們現在 下面那句 我再解釋 人的怒氣 不能夠成就神的意 我們 我們 有沒有試過 發怒後 一個爛攤子 有時間搞 有沒有試過 有 有 為甚麼呢 因為發怒後 那個人的關係 怎樣 破裂 他又不喜歡 你又哄他 又認罪 所以 人的怒氣 不能夠成就神 而反而會破壞 但有時說 他明明他壞 他錯 他不好 那我是否應該發怒呢 就是這樣 我想問大家 是否發怒他會快些改 不會 反而發怒會怎樣 更加和 更加和 更加抗拒 那所以呢 有個成熟的基督徒 應該怎樣 內心應該怎樣 柔和謙卑 對 柔和謙卑 都不能用的 不用懇 不用怒 不用怒 不用怒怒 輕鬆鬆 不要緊慢慢來 也有分辨 有些人是會聽人的提議 有些人 會不會聽 有些人 大部分的人 聽不聽 所以我們要找適當的時候 才好說 還有怎樣引導他 反而欣賞他會更改 所以我們就不要用怒氣了 好 我們想跳過來 下面那裡 用全溫柔的心 領受那所栽種的道 為何用溫柔的心聽道呢 為何用溫柔的心呢 容易接受 容易接受 其實我們聽到 我們接受到多少 容易接受呢 有些人容易接受 很多人看完聖經 說 不要含怒到日落 看完 就好像護手說 對著鏡子觀看 跟著就忘記了 對吧 我們都會很容易 發脾氣 不開心 這些就是 看完聖經 聖經說 你未求以先 神已經為你預備 那我們應該是不是 很相信 神為我預備 於是我輕縮 我自己經常提自己 我發覺呢 我發覺呢 我發覺我要說服自己 我才會 將那些聖經的說話 放在心裡 就是我自己發覺呢 我很多經文 我都知道應該怎麼做 但是呢 有時候 有些人做一些不好的事 我都 心就 不開心了 還有呢 哎呀死了 會不會破壞呢 但是跟著呢 神就提我了 在我掌握之中 我會搞定 於是我心就放鬆了 這個都是 原來我可以說服自己 很多人有情緒化 都需要說服自己 不要緊的 他害不了我的 他擊不了我的 是不是需要說服自己 但有些人不是的 你一跟他 他嘗試說服 他說 不是 那個人那麼壞 當然要生氣 當然要罵他 當然要罵他 他有沒有溫柔的心 聽到嗎 沒有 他是一個光硬的心 聽到 我們 很快結束這裏 22節 時事你們有行道 不要單單聽道 自己欺控自己 為何不行道 是騙自己 為何是騙自己 以為自己好 什麼 好爹 好爹 好熟靈 我已經聽到 有些人 查經 全本聖經 都查過 因為他一直有 查經 他說我全本聖經 都認識 你說什麼 我都全都知道了 是否一定他會行道 不是一定 所以 他會騙自己 因為他以為他自己做到 聽道而不行道 就好像人對著鏡子 觀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看見走了之後 就隨即忘記了他的樣貌如何 為何用這個比喻 是這麼有趣的 就是聽到 好像對著鏡子 看完之後 又忘記了是什麼意思 我們大家都記得自己的樣貌 沒有入到心 沒有入到心 用鏡子的意思 我們試想想 是否你忘記了你的樣貌 你看照片 你忘記了你的樣貌 你認不認得 誰是你的 認得 到底他所說的是什麼 看到鏡子 然後你忘記了 你忘記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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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鏡子 先看鏡子 看鏡子 自己的樣貌 我都說 人都會記得自己的樣貌 譬如你 那時候用銅鏡 看完那個樣貌 就知道 譬如他跟弟弟站在那裡 他知道這個 是你弟弟 這個是我 大家都記得 他忘記了什麼 他忘記了什麼 神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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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他所說的 就是說你看鏡子 我黏了一塊在那裡 我洗臉 洗乾淨 你看到之後 會怎樣做 快點去洗掉 但那個人看完 又走了 忘記了 聖經看完 聖經說了 不要這樣做 聖經說了怎樣做 然後又沒有做 聖經說愛神 愛人 祝福人 傳呼音 建立人的生命 但一會兒走 又忘記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用溫柔的心 領受所聽的道 神的聖 是不是溫柔的 神是溫柔的 神是溫柔的 祂是聽我們所祈禱的 祂又會祝福我們 祂有溫柔的心祝福我們 祂就不是領受所聽的道 祂就溫柔的心去祝福我們 好 我們現在祈禱結束一下 求主幫助我們 是走道 不要單單聽道 主多謝你 因為你的話語 是很有亮光的 當我們走在你的話語之中 這幾句經文已經是很寶貴 因為大部分的教徒 就是聽道聽很多 懂聖經很多 不過都走得很少 沒有留意到自己有什麼錯漏 沒有留意到自己隨意發路 沒有留意到自己怎樣傷害人 沒有留意到自己有什麼罪 全留在這裏 求主幫助我們 審查我們的內心 審查我們的內心 有什麼罪 我們求主赦免 我們有心上聖經願 我們神一定赦免 我們真心悔改 神一定赦免 我們未夠好 神都赦免我們 我們真心悔改 神赦免我們 還有神想幫我們的 我們未夠好 神都會繼續幫我們 叫我們能夠走在神的路上 神是很願意接留我們 讓我們真心悔改 想離開罪 神一定幫我們的 多謝天父 對還沒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